你是我的荣耀番Y34,于途,我好开心,于小乔终于来了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于途表面上的反应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在他还是有些激动的 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靠着一腔热情就可以了,还需要做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 所以于途在接完乔晶晶的电话之后,开始忙碌了起来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帮乔晶晶挂号 他查了家附近相对来说妇产科比较好的医院,将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之后 选择了其中一家挂上了号,乔晶晶还有两天才回来呢,有些东西必须要更换了 比如他们平常用的那些牙刷,洗发水之类的东西,都要换成适合孕妇用的 乔晶晶这两天化妆都是尽量用自己带的东西 她知道有些彩妆是对自己身体不太好的,平日里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她必须要为于小乔负责,即使现在的她还是一个小豆豆 于途如往常一般给乔晶晶打电话,她并没有提自己做的那些准备工作 只是跟乔晶晶说了一下检查的地方 乔晶晶知道这种事情,只要交给于途她就一定会安排得非常稳妥 于途,我下午才能从恒店回上海,我跟你说过了回去的时间不早了 乔晶晶再次给于途说了一下自己这边的情况 你不用特意等我,忙你的事情就可以了 没事,我等你回来了,我明天上午已经请假了 我跟老师说,我要陪老婆去检查 于途也跟乔晶晶回答着 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希望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好,乔晶晶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于途这么说 心情特别好,可能这就是传说中孕妇齐起伏伏的心情 乔晶晶的东西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她还有最后一场戏就杀青了 乔晶晶稳定发挥 这场戏很快就过来 她接过导演组送来的花,再次跟大家道谢 本来剧组给她安排了杀青宴 她在得知自己可能会怀孕之后拒绝了 她跟导演组说了一下自己情况之后 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是特殊情况 乔晶晶踏上了回上海的行程 她的心中忐忑万分 因为她明天就要去做检查了 于小乔是不是会真正存在呢 这个问题她也很好奇 就像是拆盲盒的感觉一样 第二天于途和乔晶晶起了个大早 去医院做检查 两个人的心情是既紧张又有些兴奋的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终于从医生的嘴巴里听到了一句话 恭喜你 你怀孕了 乔晶晶的脑海中只剩下这句话了 医生其他的话都没有听进去 她怀孕了 于小乔要来了 于途认真听着医生的话 时不时的还就医生的话提出自己的疑问 她用自己的余光瞥了一眼乔晶晶 她还在萌萌的状态里 她认真听就好 照顾乔晶晶的重任就在了自己的身上 两人从医生办公室里出来 乔晶晶笑得特别甜 于途 于小乔来了呢 嗯 所以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两个的 于途牵着乔晶晶的手 小心翼翼地带着她回到车上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